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又和大家來分享溫哥華的摩天大廈高層單位 我們今年最近幾個月接觸了很多五字頭的單位 不是五十多萬 而是五十多樓 我們回到Brandwood這個社區 都很久沒上來拍過現樓 這就是Amazing Bramwood現樓 其實也是第一座落成的Town1 在鄭的商場上改 我們之前分享過很多Amazing Bramwood的兩房單位 放賣、一房單位放租 但其實都未有機會分享這一座 它是Town1 4510 Halifax 我們今天和大家說的 會是一個兩房兩次加上一個書房的單位 很高的樓層 五十五樓 所以大家看到景觀很壯麗 基本上旁邊的樓 就算對面Solo是高樓也好 感覺上都好像寂寞 而且我們是在Brandwood的製高點 最高是這個位置 Low Heat一直是向下斜 所以下面就算是二十多樓的建築 對我們來說很小很有趣 這個單位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主要單位是向西邊 所以我們看到那邊 Stanley Park Downtown Vancouver 海峽 西溫、北溫 甚至是北邊的雪山 這邊西邊的景觀 近一點的話 下面其實是永久景觀 他們是Cemetery 永遠都會在 不知道大家介不介意 但大部份地區都不介意 因為它永遠都是這樣的樣子 而且好像公園一樣 另外一路向南 我們會看到 因為這邊是西 前面向南 就會看到整條 Willington 一路下去就是Matchel Town的天際線 那邊就會越來越多樓 一如Brandwood都一樣 在Brandwood附近 也有很多屋苑 那Mazing Brandwood是Carrie 我最早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屋苑 後來陸續落成了Concord Brandwood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全場最高54樓的一房單位 就是那個方向 我們都已經成功賣出了 而且整個建築賣出的價錢 是最高的 70多萬的一房單位 我們今天跟大家看的 就是掛牌價999 兩房 剛剛說了 兩房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釘 還有兩個洗手間 下面一個車位一個Locker 室內總面積是921呎 大家進來就看到 其實很光猛 樓底高 廚房也很大的 整個L形 這些全部都是廚物空間 還有雪櫃 上面也是 有很多的台面空間 而且還有中度 當初Mazing Brandwood 第一期的設計 他還送了一張桌子給你的 Fixture Fixture 這邊都有些充電位 可以坐到四個人 然後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客廳位置 這個積是有儲的 但其實都覺眼 不可以跟大家看不到 但其實這邊的闊度 都足夠大家 去放到L-shaped的沙發 再放電視機 我也見過 有些單位的電視機 是打斜地放的 景觀上的話 其實你進來是極之光猛 因為它向西和向南 你基本上不用擔心 它是沒有陽光 看得很清楚 而且它每一片的玻璃都比較大 不會太多 白色的隔層在中間 好 等一下頭好像有點亂 被風吹到 有沒有好東西 等等 我都不太信得過你 然後左邊進來 就會是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也很大 這張是Kingsize床 比較闊 旁邊還放到床頭櫃 玻璃也特別大 說實話真的挺大 好像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玻璃 因為它這麼大的闊度 裡面是兩大片 下面這個窗可以開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 雖然單位Cronor Unit 西藍 其實它還有一個很小的東窗 所以Morning Sunshine 這間房間是有的 這間隔是向東的 這幾座就是Tower 2 這座前面的1955Alpha Way 就是Kerry 我們前兩年一直都有兩房 向著東北Coin購買的那座 旁邊的是Tower 3 比較新一些 再過去就是Cronor Brandwood Skytrain站就在前面 Morning在下面 這裡可以看到商場的中庭位置 現在太陽好 鹹商場 現在店鋪多開了很多 我記得當年 這座入伙的時候 下面就是冷冷清清 然後冬天好像沒什麼 好像空城 但現在已經旺場了很多 上一條影片也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旁邊Gilmore站也開了大統華 Burnwood這邊就圓滿了 什麼都有了 這個側的話 主人房大之外 還有一個walk-in closet 這邊全部都有門可以關 L-shapedwalk-in closet 原裝就是這些rack 大家喜歡開在裝衣櫃 然後進來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一樣都是有門的 有鏡子在這裡 主人房洗手間很簡單 有鏡櫃 然後有櫃筒 然後是shower 浴缸就在另一個洗手間 我們看完主人房 這是一個兩房兩次單米 還有一間房還有一個書房 就經過廚房的地方 剛剛還沒說這裡 還有一個nook的地方 這個地方也很好用 如果大家像這個業主一樣 用來做書桌 就很簡單放一個書桌 但其實都留空了 上面很多空間還沒使用 這裡我見過很多 Amazing Brandwood單位的住戶 把它做成到頂櫃 因為它的好處是 上面沒有什麼風管 水龍頭那些東西 變成你可以做到頂都可以 多很多處物空間 除此之外 繼續還有儲物空間 這邊就是剛剛 好 不用了 對了 忘了 廚房的話 雪櫃在最外面這裡 就是24吋雪櫃 24吋的焗爐 這些你看到下面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到頂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 它是做了很多儲物空間 然後這邊也是 業主剛剛搬出的過程當中 所以有些東西還沒清理完 好 這邊就是檯面空間 它的電器包裝都是Bosch的 剛剛焗爐是Bosch雪櫃爐頭 四個gas爐頭 然後中間這些櫃桶 全部都是拉出色的 就是櫃桶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櫃桶 這個是Amazing Brandwood的設計 這裡是打開的櫃 小碗碟機就是最前這裡 也是Bosch的 然後洗手盤下面 也有垃圾桶的位置 可以讓你放東西 然後中度 剛剛說了它連了桌子 中間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對 也是大櫃桶 微波爐 這個就是整個廚房 有些櫃桶在上面 然後這裡連接向外面走的位置 就有一個Open 其實不是Open 它可以Close的 Glass Lighting袋 小朋友還貼了一些 聖誕裝飾未面 就是有一個書房的位置 你可以用這些Glass去把它合起來 有些朋友想要Privacy 就可以貼一些Privacy Screen 如果不是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封住 可以做儲物間 也可以做書房 現在還有東西未搬走 遲些搬走這個位置 就可以好好地製造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Second Backroom 這個向西邊 也有門可以出到露台位置 這個就是放到Queen Size床 衣櫃在旁邊 之後 這邊走出來就是Second Backroom 剛剛主人房是Shower 這邊就做了浴缸 然後其他設定都是一樣的 然後短短的走廊就去到門口了 門口這邊就有個closet 繼續是放東西 還有這邊是Shape Amazing Brand Wood的東西 通常都可以幫大家做到 Side by Side Washer Dryer 上面還有儲物空間 我們這個單位過兩天就會掛牌上樓盤 是99萬9 兩房間書房間 一個車位一個locker的單位 我們的單位號碼是5507 然後門牌號碼是4510 Halifax Amazing Brand Wood Tower 1第一座 建築是2019年落成的 今天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約Carrie來看樓 多謝 拜拜 拜拜 中笑得出的 是啊 病了我 今天大病上陣 都要吃 都要吃 是啊 我們又回來這個Amazing Brand Wood 看看有什麼新餐廳 現在都不新的了 我今天發聲是不是很有磁性 很性感 低音了 我們點了三種sashimi 這個是野生三文魚 橙色比較鮮艷 沒有那麼多肥膏在中間 因為它不是養殖的羅惟三文魚 這個呢 今天想吃魷魚 它很有趣 上樓的時候魷魚包了一些蟹籽 另外這個是Shimachi 不如我來吃 我最喜歡吃魷魚 散光了 不是很懂得用筷子 發生什麼事 哎呀 頂了 一口就沒有了 我喜歡魷魚的黏度 這個好像很軟 是Shimachi 口切 新鮮度先吃吧 不要那麼快 一口吃就沒有了 看起來OK新鮮 OK新鮮 先試一口野生三文魚 好餓 我沒有吃早餐 這幾天都沒有好好的吃東西 生病了 好吃 海鮮沙律 海鮮沙律 這個 你混合後吃得很生病 不要吵你 這些就是普通三文魚 橙色的程度跟它差很遠 有些白色的肥膏在中間 顏色是色素來的 你這個要吃嗎 你這個要吃嗎 吃啊 不要吃我睡了 我現在負責拍的 喜歡吃東西 你不能吃的 喂 這間餐廳沒什麼人 每次來都只有兩台客 有些東西可以 有些東西可以 不用排隊等位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黃庭 上來黃庭 向裡面走就是這間 Jushu 挺好味的 隨便吃個快的 日本東西可以 真的挺快 上菜也很快 這個很棒 但是魚是否新鮮 肯定沒有我捉回來的 那麼新鮮 你變大 應該是牛油果 有些蟹籽 是不是鰻魚來的 是的 鰻魚 鰻魚 OK的 先買這個 有點飽 魚子含有豐富的營養 很適合我這筆病 你不吃的 不是 很高的Omega 3 最高的差不多 高於蛋 我們在哪裏買的魚子 每天都在吃 不知道 我們當做 很好吃 不當做是冰 拼著的 這些不夠醬 不夠醬 新鮮的 是一粒粒的 一粒粒 很圓的 圓粒粒醬 它裡面吃的 那種油的感覺 都沒有 那次捉回來的 是這麼油的 是嗎 你上次自己做完的魚子 吃下去 是 不知道 不可以說 有一種韌的 醬爆了 好像那些膠原蛋白 很醬的時候 感覺 然後你一個在口裡一爆 裡面的那種油 就會 哇 乾不出那種感覺 很想吃 這是鵝肝 不算太油 我平時會一口洗掉 但是今天有些病 可以慢慢來 有些反胃 不敢吃那麼多 那不要吃了 給我吃 剛才你又不肯犧牲 你叫魷魚給我 你現在想吃我鵝肝 我們點了沙律 十二塊錢 十二塊錢 然後那個 野生三文魚刺身 十四塊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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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 魷魚 對嗎 十三塊錢 Shimagi 最貴 小的 二十三塊錢 Track and roll 的卷十六塊錢 四塊錢 就是十六塊錢 魚子壽司兩件 九個九 就是十塊錢 鵝肝十六塊兩件 那賣單就是一百零八塊錢 那最棒的是什麼呢 那這間餐廳 現在正在做優惠 就是凡是你在用餐 超過一百塊錢的話 那它就會送你一個 五十塊錢的禮券 但是Valicate是很短的 只有兩個星期 如果你兩個星期內 你再來吃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現金券 但是過了兩個星期就沒有了 即是說現在呢 我要在七月十六日之前 回來再吃 每次吃不到 是呀